各位早啊 來做VFC的MP5A5GBB的 這個精準度的設計 那對於我來講 BB槍好玩的是要有後座力 但是也不能說都不準 那不準你要射什麼東西出去都蠻無聊的 所以我是蠻注重精準度這個東西 那當然有後座力就代表精準度會受影響 那不過沒關係 我們現在在畫面中是一個瓦嫩紙板 在一般光南書店可以買到的 然後它距離我們有15公尺遠 那從旁邊的你可以對照那個 瓦斯鋼瓶還有礦泉水的大小 可以大概知道它一個尺寸 那我現在用的BB彈是BLS的精密彈 就是一包貴鬆鬆一包只有1000顆 然後蠻貴的 然後用的是重量是0.32 那剛剛有稍微做歸零測試還不錯用 不錯用 那瓦斯的話大概有灌到8克 8克是那種威猛瓦 威猛的對威猛的12公斤瓦斯 灌差不多8克左右 現在天氣的話算晴天 溫度感覺上體感溫度又快到30度吧 您可以從畫面的前方看到一些樹木的飄動 大概知道風的影響 那等一下射擊是用我手持的 然後用機械描具 就本身的機械描具來做測試 那它的HUBUP的一個彈道的區率 我大概也都設好了 就是算直這樣 好我們準備來設計看看 15公尺設計 用的是它的磚孔是用最小那一個 不過透過畫面來看它大概這個最小畫面 稍微可以遮住它圓形的這個罩門這個外框 保護框 好來吧 開保險 好我們設計一個彈架 考哥的眼力 用背景黑色就是要看出白色BB彈 還不錯 右邊的偏上 左下 上 看不太出來 有時候在後座位大大女兒會稍微 稍微 嚇到會閉眼 左下 好像上去的 好像上去的 左下 左下 左邊 滿靠近的 滿好的 上一點點 很準的 這槍喔 大概拿起來有2點多公斤 它槍拖這種伸縮拖我覺得有點太短了 所以變成我現在要抓喔 稍微不是那麼穩固 要加槍的重量 好繼續來 還不錯喔 還不錯喔 偏上 我剛剛有加內紅頂啊 之前 但後來發現反而不是那麼準 因為這個現在背景太亮了 反而用機械描槍黑色的感覺還不錯用 那還不錯喔 左邊點點 快沒了 左下 雖然15公尺各位看起來 啊那麼近 人家都打什麼30、40啊 我覺得不一定 看你啊 左下 因為的是30、40、20 那種他們是用那種人形靶 那不是我重點 是希望說能夠以那個黃圈圈為主 沒了喔 對沒了 換保險 謝蛋夾 好我們這樣設了 4、5分鐘左右 設一個蛋夾大概 就30發嘛 然後心得的話是 我剛剛試的 用0.25的BB蛋覺得 可能它受它的後座力影響會蠻大的 所以 現在用0.32就好很多 那倒不一定是說因為距離的考量 有時候可能後座力影響也會有差 我覺得它推出去的氣可能也有影響你 太輕可能太敏感 然後另外一個心得是 Viu7它這把槍 它有 我覺得特性上比較 比較特殊 就是它 你打起來像塑膠塑膠聲 但是它其實後座力也算大啦 就是 要說蠻大可能 每個人的定義不同 後座力也算大 所以在打出來的時候 甚至有時候你會嚇到 眼睛會稍微閉一下這樣子 那 但是它畢竟它是衝鋒槍的定位 MP5就是衝鋒槍嘛 衝鋒槍的定位的話 或許有人是拿來做CQB 這種近距離啊 巷戰啊 城市戰這種 那但是這把鳴槍 我相信很多故事各位都可以知道 而且它的實力 在真槍的歷史上的應用上都還蠻好的 所以很有歷史的故事 那我是覺得 我的想法還是一樣 就精準跟樂趣都是要兼具的 所以用的不是手拉G 那也不是電動槍 就直接就瓦斯槍 後座力比較大 然後聲音也比較擬真啦 不過各位剛剛聽 這樣打出來好像塑膠塑膠聲 我猜是內部它的下槍聲 因為塑膠的關係 所以 比較不像一般手槍 可能以滑套的撞擊為主 好到這邊閒聊 各位拜拜 拜拜